小腹语 中腹语 再大到下边 挨着这个飞语的这个部分 这部分的羽毛 我们叫它大腹语 小中大 中腹语 大腹语 那么这点呢 我们羽毛管它叫粗略 粗略腹语 在这个地方 有那么三个一般的 就刚说鹰的长的这个 叫小翼语 小翅膀 三片 或者也有多的 比如刚才鹰吧 它还有四五片 那么在这个位置上 在最里边 这块呢有个尖语 那么翅膀上 这个叫三列 或者三级 飞语 三级飞语啊 是一 二 三 三个 小中大 它一般呢 盖在这个 二列飞语上面 保护着它 如果单独有这么一个 大的羽毛 露在外边容易舍掉 那么它一个一个的 保护着它 这个呢 九个或十个 这就叫二列飞语 就从这到这 这一段 二列 或者叫二级 二列飞语 二级飞语 到这点 逐渐的呢 它这羽毛变 稍微健一点的 十个 一般呢 是九或十个 这些呢 这叫初级飞语 或者叫一级 一列飞语 啊 那是九个 十个 昨天 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